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不得不承认,如今五更季的剧情是越来越精彩了 而且看完上一期的剧情,相信各位观众也会发现 逆天而行非常迫切地想要前往神域 因为他的身体即将全部石化 所以留给逆天而行的时间不多了 而逆天而行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前往神域击败神眼 从而解决民族石化的问题 然而神眼从一开始就在布局 他根本就没有指望太极和刘月马上能找到敌人 因为受到暗月之力影响的石形 最终直接正断了铁链 并且抓住了女主白菜 好在石形想起了自己喜欢的人类名誉 终于没有马上对白菜下毒手 否则女主就得换人了 如果说石形是神眼的第一步棋 那么海妖则是第二步 海妖通过歌声影响船上绝大部分人 最关键还是影响了两个人 棋一是正在维持幻灵阵的随风起舞 幻灵阵不稳定 船只开始暴露出来 其二便是石形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歌声有这样的作用 但是石形确实受到了刺激 再度成为了一台杀落机器 一场战斗不可避免 一天而行 率先将海妖的歌声抵消 太极和刘月也赶到了 现已经修炼完整的子语 直接对上了太极大神 想用一个神来试剑 随风起舞 手持双刀对战刘月 而男主五更看到白菜被石形劫持 自然之也找上了石形 五更也看得出来 石形的心智受到了蛊惑 再加上自己的妻子在他手上 足以五更显得非常难受 从这里也能看出 下期五更季的剧情将会格外精彩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市面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